人像攝影呢一直是攝影中一個非常非常熱門的拍攝主題 雖說看似只是把相機對著model按下快門然後輸出 但其實人像攝影裡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細節和技巧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我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攝影三年的生涯裡面所累積的一些知識和經驗 那希望也能夠幫助到你讓你拍出更好的人像照片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是Jason 我是一名自由健安攝影師 然後我的頻道呢都是去健安攝影啊錄影相關的內容 那如果你想看我的人像照片的作品 你可以去follow我的IG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我們來到第一點找一個漂亮的毛 首先第一點就是建立基礎 那很多人在開始拍攝人像的時候呢 因為可能常參考一些大神或者是自己喜歡攝影師的作品 所以會刻意的想去進行模仿 但卻發現就算像大神請教的這些相機參數 找了一樣拍攝的點 用了一樣的器材 一樣的鏡頭 一樣的機身 拍出來的照片等級 卻還是差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攝影這門藝術並不是照抄就好了 就是拿一樣的器材拿一樣的鏡頭就能拍出一樣的照片 一張看似簡單的照片其實背後呢 蘊藏了非常多的理解 無論是對攝影的理解 對光的理解 以及對色彩的理解 構圖的理解 而不只是單純的按下快門而已 所以我建議各位新手或者是 剛開始攝影一段時間的朋友 先從最簡單的拍攝方法開始 也就是順光加中央構圖 可能你看很多攝影師拍的逆光就是非常的有這種氛圍感 所以想試試看逆光的拍攝 或者是你想嘗試各種厲害的構圖 但我的建議是 一開始拍照你就老老實實的使用中央構圖加順光的拍攝 這是最簡單也最最最不會出錯的一種拍攝方式 如果光線很好場景也不錯的話 基本上你都能拍出一張不錯好看的照片 它也許不是特別驚豔 但確實是一張不差的照片 我自己在剛開始攝影的時候 也是用中央構圖拍攝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熟練順光和中央構圖之後呢 其他的攝影技術基本上也就沒有這麼難去學習了 中央構圖的拍攝方式呢 就單純的直接把model放在你九宮格中間的那個格子上就好了 但是呢雖然說中央構圖非常簡單 但其實它也是有一些細節需要去注意 也就是你拍攝時的背景 我個人建議盡量不要找就是靠太近的背景 比如說靠著牆拍攝 當然這也是OK 但我個人是習慣在使用中央構圖的時候呢 可以讓背景距離人有一段距離才能體現出這種眾生感 第二點就是了解以及運用光線 那麼當你在習慣了順光拍攝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試著了解一些各種不同的光線 比如說像是逆光、側逆光、三角光、窗框光等等的 畢竟呢攝影就是一門使用光的藝術 會靈活的去運用光線才是一個好的攝影師 那逆光的拍法呢我覺得是需要花一些時間去練習的 它不像順光一樣可以很好的去控制曝光 因為當你想保留天空不過曝的同時呢 又保留model的臉部細節的話 很大機率你會拍出一張曝光很奇怪的照片 所以如果想深入了解逆光的朋友呢 你可以點右上角的這個連結 我之前有做過一部關於逆光的人像教學 另外你還可以試著使用窗框、門縫所透進來的光線來進行拍攝 這樣比起整張照片都是明亮的這種有限的光源反而能營造出一種氛圍感 我自己很喜歡陽光透進窗戶縫隙的感覺 營造出一種很夢幻的這種光影感 又或者你可以嘗試使用人工的光線比如說燈棒 這種持續光可以很好的去營造氛圍 那我是建議可以選用具有這種RGB功能的持續燈 你可以根據想營造的情緒或不同的氛圍來調整不同顏色的光線 像我自己就很喜歡使用紅光來拍攝人像 又或者你可以透過光線和場景的搭配來拍出一些很特別的照片 又或者你可以使用閃光燈 那閃光燈的特性呢就是它會壓暗背景、照亮主體 呈現出一種很特殊的復古感 所以學會靈活的運用光線 絕對是你提升攝影技巧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三點也就是構圖的運用 當你學會光線的運用和中央構圖之後呢 你就可以嘗試著使用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構圖 我剛提到的中央構圖的確是一個簡單且實用的構圖 但也許有些時候呢不一樣的構圖才能更好的幫助你的照片來述說故事 我自己很喜歡用框架構圖和三分線構圖 特別是三分線構圖 你可以在我非常非常多的作品裡面看到這種構圖 它的來源其實是因為黃金比例 但總不可能你拍照的時候都要畫一個黃金比例來看自己的構圖有沒有正確 所以呢隨著這個時代的發展 黃金比例構圖逐漸發展成了這個三分線構圖 或者你可以稱它為九宮格構圖 這種構圖呢經過研究可以很有效的抓住觀眾的視覺還有注意力 也可以很好的去分配照片中的空間 那至於框架構圖呢我之前也有做過一部影片來講解 那有興趣的朋友你也可以點用上角的連結 總之這些各種不同的構圖目的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更好的對觀眾進行畫面的引導 讓觀眾不用過多的思考就可以知道自己該看向哪邊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四點也就是正確的色調 這點呢我認為是大部分新手都很容易做錯的地方 如果說一張照片是畫布 那麼調色就是顏料了 很多人會爭論說照片不應該調色就應該保持圓圖就好了 那我會說去你媽的你爽就好 色調也有分太多種風格 有日系小星星歐美青菊調 黑暗風 Moody風 情緒風等等太多太多 所以找出一個自己喜歡的風格呢非常非常重要 或者你根本不在意什麼風格不風格的 你只是想調出自己喜歡的感覺 而我認為顏色是一個很好傳遞情緒的媒介 像我自己在拍攝比較這種 憂鬱情緒的照片的時候呢 我就會讓畫面的整體偏藍偏冷色調 透過顏色的搭配和運用 可以讓我更好的傳遞我的情緒和氛圍 另外有一點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人的膚色 我看過太多新手把人的膚色修得非常奇怪 偏橘的偏黃的都有 所以說攝影調色這些東西它並沒有絕對正確的事情 但就我的觀點來看 人的膚色至少是要正確的 畢竟你都在拍攝人像了 連model的膚色都調的奇怪 那你還是不要拍好了 所以在拍攝人像時呢 盡量在前期就把曝光調好 把曝光曝好 確保人物的顏色它的臉是正確的 光線是正確的 才不會在後製的時候呢 花大把的時間在處理人的膚色 那我們來到最後一點 也就是發揮創意 上述提到了構圖、光線以及色調的運用 當你融會貫通這些攝影的技術之後呢 你就可以嘗試用一些更不一樣的方式 來述說你的故事 像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技巧 就是慢快門 那這種攝影技巧呢 為照片增添了幾分這種夢幻的感覺 有一種撲朔迷離 夾載在現實與虛幻之中 好像你真的就自身當下 觀察著發生的一切 但定睛一看 你才如大夢初醒般的發現 你只是個旁觀者 慢快門呢有兩種方式可以做到 一就是調低快門 讓model做重複的動作 那這個快門呢 你可以是十五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 我自己的習慣都是調大概十分之一左右 那第二個呢 就是自己在半按快門的時候 來晃動相機 這樣就會出現這種殘影的感覺 又或者你可以試試看仰拍或者是輔拍 因為通常我們在拍攝時呢 都習慣用這個水平的視角 或者可能低一點點的角度去拍攝 當你在一個拍攝場景時 你可以試著找比較高或者是比較低的地方來拍攝model 這樣可以呈現出一種獨特且日常生活中你看不到的視角 來幫助你更好的傳達你照片中的故事 以上是我三年多來拍攝的一些經驗分享 那我必須強調 攝影是一門藝術 一門使用光的藝術 它並沒有絕對值 沒有絕對的對 或者是錯 如果 這就是你想呈現的藝術 那就這樣吧 就算別人不喜歡 但至少 你知道 這是你喜歡的東西 我上述提到的那些東西 你甚至也可以當成是屁 完全不要理我 反正 攝影嘛 自己開心就好 對吧 終盡了